什么人啊 站出来呗 说不定咱们钟单小姐姐啊 一个激动就嫁了 电竞选手大多数的时光 都是在沉默的敲击键盘中度过的 所以他们经常会忘了 自己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我现在就去找关伯娘登道歉帖 然后置顶 再回去面壁思过 社会上出来混呢 其实不是所有的事 都可以用意气用事来解决 其实俱乐部给你的处罚 还算可以了 这 这还算好 这个阶段禁赛 惩罚可大可小 像禁赛啊 罚款啊 都关痛呀 一场而已 现在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 如果真的被人上升到了 电竞形象的高度 捅到了三十方那边去 你觉得还是金菜一场 就能解决的事吗 诚哥 谁来不是爹娘养大的小公主还是怎样的 嘴尖就是欠揍有问题啊 反正都是罚 你当时怎么没多给她一巴掌啊 你就别搁着煽风点火了 这事不能乱来 没见外面怎么带节奏的呀 我就是因为看见了 所以我才说没多抽她一巴掌算是亏了 这天的眼下女人还不能制裁女人了 那这些人岂不是都要上天啊 跟这些人讲什么素质 我说木兰 你这气弱油丝 仿佛被禁赛一辈子的沮丧姿态是怎么了 我们队长气得不行 他气什么呀 上次他还苦口婆心劝我要好好做人 不要自己带节奏 这才没多久 我就被禁赛了 那是挺作死的 我要是你们队长 我估计也被气得够巧 不过你怎么不解释啊 你就这样闷着她被骂啊 不是我不解释 是我现在解释什么都像在狡辩 并没有什么用 而且是陆夫人 陆夫人 陆思成他妈 我能说什么 我敢说什么 童谣啊 你的职业生涯 真是跌宕欺负我 闭嘴 你们俱乐部公关怎么说啊 就让你这么挂掌 能怎么说 道歉就要有道歉的样子 挂墙头不是基本操作吗 你们看这个 这儿还有个视频 所谓真相 咋回事儿 别告诉我 我们童谣是因为 拒绝公主抱这个互动环节 惹毛了 不知道想往谁怀里钻的收割 才被扣公主的 童谣 你又救我 你又救我 那又救我 慢着的视频是谁发的 什么视频啊 不说啊 我那天没来 我拉着你拿我的剪 哪有时间操那种细节的心啊 是哪个工作人员吧 节奏大师啊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顷刻就将舆论掌握在自己的鼓掌之间 厉害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不管是谁发的 反正只为大哥 你是我的恩人 还有那天的事情 给大家添麻烦了 对不起啊 你别说这种话啊 别别别 我折瘦 谁成人啊 谁啊 站出来呗 说不定咱们钟单小姐姐啊 一个激动就嫁了 我就说 这么高瞻远瞩 无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一定是 你们是不是闲的 训练 明天还有比赛 还生气啊